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哥迪腿,美爆炸的山菜 咱不讲道理不山情,没事就是狐狸狸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小伙得到了一个神奇遥控器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却酿成大货的故事 大壮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整天苦逼的工作工作工作 晚上回家,大壮生无可恋的躺在沙发上想要看电视 却发现遥控器坏了,八成又是俩熊孩子整的 大壮无奈来到百货市场买遥控器 市场太大,大壮在里边转来转去,穿过一个通道来到了一个小屋 屋里柱子在那儿鼓鼓唇唇的,不知道整啥玩意 他看大壮来了,把一个还没上市的遥控器送给了大壮 还有真好事呢,大壮回到甲,行驶小艇的看会儿电视 妻子翠花下来在大壮耳边叨叨的不停 大壮看不下去了,按下暂停键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翠花竟然被暂停住了 大壮看都没看,翠花来到了书房工作 汪财不知道脱什么缝进来叫个不停 大壮受不了,按下降低营量键 汪财的声音竟然越来越小,最后完全被惊引 第二天,来了个贼烦人的女人,大壮受不了她说话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下遥控器,没想到她也被惊引了 大壮如获至宝,慢慢地掌握了遥控器的秘诀 遥控器不仅能惊引,还能把人暂停 最牛皮的一点是还能控制时间 餐桌上,大壮受不了父母的唠叨,选择了快进 翠花竟然一顿叨叨,快进 就连翠花嘿嘿嘿死,尼玛也来个快进 由于老板不给她升职,她把老板暂停住 毫无节省地整了一下老板 然后把时间快进到她升职那天 没想到,这时已经是一年后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大壮控制不了了 这遥控器开始自动快进了 她去找大壮,大壮说遥控器现在还不太完善 她会记住主人的习惯,从而自动快进时间 大壮懵逼了,我的习惯自动快进时间,什么意思 不过第二天,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老板告诉她,有个大案子要她做 做好了就给她升职 这一回就悲剧了 遥控器听到升职,直接把时间快进十年 这一时,大壮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翠花也改嫁了 大壮激动地去找翠花 却被狗推翻磕到了头,进了医院 大壮被查出有癌症 因为之前大壮申病的时候,她快进过 遥控器这一次又帮她快进了 这次醒来,大壮减肥成功 肚子上却留下一层厚厚的皮 儿子告诉大壮,她的父亲已经死了 因为遥控器快进的时候 在失去的时间里的大壮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她冷冰冰地伤了父亲的心 大壮通不欲整去父亲的坟墓 她现在后悔地想死 想要用遥控器跳到她死的时候 大壮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只能用机器维持生命 由于自己不停地快进时间 儿女对自己很冷淡 大壮拔出身上的线去追儿子 却无力地跌倒在雨中 儿子和前妻看到立马跑了过来 大壮说了很多话,然后死了 画面一转,回到最开始的百货市场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大壮只是在床上睡着了 得知这一切都是梦的时候 大壮欣喜若狂地回家 想要好好体验自己的人生 对待自己的家人了 看到这我想问了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神奇的遥控器 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 最后希望老铁们关注走一波 好了,我是闪菜,咱明天见